邓丽君原本是想找他来演,不过因为片酬太高才换成《陈颜希》。 歌手邓丽君歌声优美,虽是十多年歌曲仍广为传颂,依旧让许多歌迷十分怀念。 日前,华视娱乐宣布将把邓丽君的故事翻拍为电视剧,并分为《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》和《邓丽君之但愿人长久》上下两部。 日前,传出陈颜希与林依晨都希望能演出该角色,最后则由陈颜希胜出接演。 陈颜希与林依晨两人都拥有圆脸,以及甜美的笑容,相当符合已是歌手邓丽君的形象。 而日前传出,原来邓丽君一句数亿林依晨来演出,不过碍于她价码太高,因此合作破局。 最后,因为和陈颜希经纪人在架码和档期很快达成共识,则决定由同样拥有圆圆脸蛋,以及可爱笑容的陈颜希接演邓丽君一角。 而陈颜希将会如何诠释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代歌姬,也非常让观众期待。 虽然,在合作定网之后,林依晨的经纪公司曾再度表示,有意愿向接演该角色,并且透露价码可谈,不过只可惜因为当时一切合作都已经贪妥,而邓丽君剧组也挽聚了该项邀约,确定将由陈颜希来诠释现代邓丽君一角。 林依晨,台湾知名女艺人,2008年以恶作剧《二吻》获得第43届金中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,是首位以偶像剧获奖的女艺人。 2009年5月,加盟艾瑞克斯唱片,同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《幸福遇见》。 2011年9月,主演电视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并造成话题。